毕竟是团体赛 也是希望在第一点的部分 看看谁能够抢下第一点的胜举 也能够提振的士气 这就是一个团体赛好看的地方 这版的回球 李卓耀采取了一个前后的战术上的运用 调动了魏南的一个位移 李卓一开始就展现自己一个 发接发第三拍的一个快速移动 所以也让魏南顿时还没抓到一个比赛的节奏 因为其实前一天看魏南打刘郭伦兹 这位选手的加速度不会在第一局就提前上来 比较有经验 可能会慢慢的先去适应对手的一个节奏 相对来说李卓耀 今天可能在战略上会不会就会 一开始先把速度带上来去抢一手 对毕竟是年轻的选手 所以在整个一个体能上的部分 以及整个手上的力量跟速度来说 其实是比较占优势的 那不过因为在整个经验的组织球来说 其实还是要自己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不过刚刚也是一样抓住了发接发的一个前三拍的部分 也的确给了一个右后方大对角的一个杀球进攻啊 让魏南也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反应 哇终于中断了 李卓耀这一波连续得分哦 魏南追到一比四 魏南的发球的节奏也是给的比较慢一点 毕竟是11分一局的赛制啊 所以速度是非常的快 那所以在得失分的一个部分来说 其实都要稍微注意一下节奏 这样才不容易的一个莫名的失误 不过李卓耀这一板想要做一个主动空出击啊 不过很可惜球是落在边线的界外 突然发一个长的太长了出击 5比3李卓耀还有2分的领先优势 今天李卓耀再打每一拍的一个回球 都打得非常的小心啊 而且也非常的注意魏南的一个回球的位置跟角度 那刚刚这一板的回球的底线压制在魏南的右后方 使魏南自己出现一个切球的挂网 所以魏南慢慢开始加线 嗯 3 silver 4 6 对打4比6 哇这个进攻斜线提示 今天李卓耀打得非常的小心啊 两次的往前球的对峙 找不到很好的机会之后 就采取一个压底线的一个后场的位置 重复的球入进行 不过这一板的回球出现了边线的界外 5比7 魏南还是延续他在车场上前几天的打法 就是通过往前的枪王之后制造后场的进攻 所以变成李卓耀在往前的表现一定要更强势 毕竟双方之前也有对峙过啊 那所以是不是李卓耀能够运用自己一个快速一味的脚步 跟整个非常有力道的杀球进攻 是不是能够突破魏南的一个防守 这也是关键之一啊 哦这个被调到底线之后 魏南的重心被破坏掉 李卓耀要9比5领先拉开到4分 从魏南在车场上的一些肢体反应 感觉是比较疲累一点的状态 看是不是在第一局的部分还在找寻手上的一个感觉啊 这个球也没有放过10比5 李卓耀先出现了5个局末点 这一板的杀球位置非常的漂亮 也让李卓耀在防守的判断上面出现了一个失误 魏南6比10先化解掉一个直墨点 OK 哦这个球比赛界内11比6 李卓耀先抢下了第一点的第一局的比赛 我们进段广告之后再回到比赛现场 战得对决在第一局的比赛 男子单打魏南出现了8次的非受酷性失误 那李卓耀只有4个 那相对来说这一来一往加比分 其实很明显的是站在李卓耀这边 尤其是目前都还看不出来就是魏南的部分 整个一个球路上的一个组织啊 来去成功的调动李卓耀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重心啊 反倒是李卓耀在不论是往前球 或者是在做一些进攻防守的一些球路 其实稳定度都非常的高 反倒是让魏南有不少的一个压迫性的一个回击啊 2 1 2 1 魏南的第二局的开局现在2比1 慢慢的感觉他有在进行更多的球路的控制和组织 嗯 嗯 哇 这板球 魏南的确是非常有经验的选手啊 对 连做一个准备的防守动作都不做 就直接判断就是李卓耀的一个回球的一个后场底线戒外 对于自己的判断相当的有自信 我这一版的回球出现了一个边线的界外 其实李卓要在这个比赛的策略 只要能够先把魏南的一个比分咬住的话 其实接近到关键分就很难说 因为魏南今天的状况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整个在球场上的一个移位的速度来说 其实李卓要在整个球场上的移动的脚步的灵活性 也来得魏南顺畅 所以在整个一个集球点的部分来说 其实也是着实的每一版的回球都真的造成魏南集球的威胁 现在的比分4比3 李卓要重新要回了领先的优势 这一版的晋升球魏南杀得非常扎实 直接压制在李卓要的身上 让他没有办法做一个正规的防守动作 这一版 八节发第三半 魏南直接找向了李卓要的晋升的位置 看起来的魏南的确是还蛮清楚李卓要的打法 嗯 不过现在就是考验着他整个在球场上的移动的一个速度 毕竟魏南也不是这么轻易就会 在防守上面出现一些非压迫性的失误 6 4 这球到后场之后 菲卫南在进攻的路线上和力道上做了一点改变 嗯 刚刚镜头带到了在甲冻的教练团跟仇人这边 后头看到王建国感觉有在打哈欠 的确是蛮辛苦对于这一批仇人来说 因为其实尽管比完赛可能10点出头 但是仇人们还要说个操 稍微再吃个东西然后回房间整理一下 真的时间会拖得比较长一点 对 那所以运动员最担心的就是在身体的状况 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恢复期的话 其实也会去影响到隔天比赛的一个状况 因为其实比赛不只是身体肌肉上的疲累 还有在心理上对于床上 可能专注一整天之后 隔天一早又要再找回专注度 对 今天魏南很多这个往前球的处理啊 常常都是主动性的一个失误啊 跳着李周耀后场回球出界 魏南拉开到8比5 单分领先 对于李周耀来说今天这场比赛打头阵就等于是球队对他的信任 把他排在第一点里头 那么就目前来说他已经先强下了一局 接下来其实慢慢的稳扎稳打 所以打这样的比赛 尤其是打自家的老大哥最怕就是你还没有打之前就觉得说 可能对手的实力比你好或怎么样 那如果你是用一个挑战的心态在球场上的话 可能就会打出一番新的气象 这一半的回球 魏南打得非常漂亮 直接做一个反手拍的一个压制啊 也的确成功的破坏了李卓耀的防守 突然发一个长的李卓耀 虽然有应该是有判断到 但是这个最后处理没有处理好 10米5的比分 魏南帮助假动在这一局也出现了局没点 连续起板的对角线的移动 魏南还是会有主动性的掌控 魏南自己往前放往十五 这个接发在最后出牌的一刻改变了角度 11比6 魏南拿下第二局 现在两位选手战成 1比1平手 上演的这一场男子单打香港内战 前两局结束之后各拿一局1比1 那魏南在第二局是靠着自己一个发球上的一个节奏啊 来去破坏了李卓耀的一个回球的急球点 所以也频频的为自己的分数一直往上推进 那反倒是李卓耀看看是不是能够在第三局的一个开始 为自己制造很多的一个进攻的机会 毕竟他今天在第二局的防守球打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也让魏南有时间再做一个上手拍的进攻 魏南打到目前为止感觉还是蛮省力的一个打法 似乎在整个一个脚步上的移动啊 不是这么的快速 但是一有机会之后就抓住了得分的关键 直接做一个加速向上压的一个回击啊 反倒是让李卓耀抓不住这整个一个回球的节奏感 魏南现在打的就是惊艳 每个球都能够提前的预测那甚至到位 哇哦 不过李卓耀这一半的动作 回球的假动作也的确让魏南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回应 因为如果李卓耀这一半的动作 他球基本上都被魏南抓得住 哇哦 魏南这个回球 看了一下球场啊 其实毕竟这个是一个剧院的一个场所 而不是一个比较像是综合的体育馆 或者是专用的羽球场地啊 所以整个场上的一个风向 以及毕竟在高原的部分 所以整个球速的进行也非常的快 我觉得要马上打出一波3比0的反击 五分追成平手 我觉得要这一半的预测非常的准确 也抓到了第一个时间做一个铺球的回应 哇 非常可惜 这一半李卓耀虽然成功的守住了魏南往前铺球的一个球路网 不过很可惜手中反攻之后自己的往前球 并没有成功的把握住自己得分的一球 嗯 极了 嗯 哇 哇哦 这个球最后出界 嗯 可以看得出来魏南在整个脚步上的移动 虽然起先会觉得他的一个脚步移动的速度不是这么的快速 但是只要一抓到有机会的话就会直接做一个加速前进的一个移位啊 可是魏南一定要小心你注意到今天防守的状况 刚刚那个球其实要是在界内的话真的是精彩的防守 对 所以球挑起来又是魏南的机会 轮到李卓耀 两位选手就是往前场的很凶 嗯 不过魏南不急 不急的进攻 反倒是手中反攻之后 将球回首到李卓耀行进间的一个空挡的位置 哇哦 哇哦 看看这个球是界外还是界内 因为第一时间已经是影响到了魏南的重心 对 哇 界内 嗯 看来发一个长的 嗯 是 还是说到了效果 李卓耀在追赶上来双方6比6回到平手 李卓耀在这局的战况来说发球的战术上有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啊 也的确也破坏了魏南的一个回球的一个时间点 连续两板的一个切球的虚弓啊 哇这板球李卓耀反应非常的快啊 虽然感觉上脚步稍微有被做到了一个压迫的一个回击啊 不过瞬间的手腕的发力李卓耀今天掌控的非常的好 而且其实已经在比较后方的位置哦 嗯 所以就会让魏南追赶上来 6 我跟这一下这个球 哦 落在线上 嗯 嗯 8比6 李卓耀要2分领先 哦 魏南回球直接出现了挂网失误 往前球对峙 李卓耀这一板的反手拍的压制啊 过于急于初拍啊 所以在整个身体的重心位到以前直接做一个下压球 这一板的突击杀球李卓耀打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看出来是直接在他的一个左后方边线的位置啊 直接采取杀直线的一个球路进行 靠着这一板杀球 李卓耀10比7 先出现三个局末点 再度了发一个长的调动到了魏南的脚步 这一次这一局的这个发场球应用都相当的精彩 11比7 李卓耀再拿一局局数2比1领先 至最后在局数的后半段把比分拉开来 其实他在整个发球战略上做了蛮多的改变 就没有办法让魏南那么简单来预测 对 那现在看看来到了第四局是不是能够保有自己的一个球路组织的能力为自己制造一个进攻的机会 毕竟在第三局 李卓耀发挥的非常的漂亮 哇 这一板的往前球 抓到了魏南的一个回球的位置啊 哦 毫不犹豫的一个弓箭步上网直接做一个扑球的回应 毕竟要想要做往前对置为自己在后场底线啊 做了个虚弓啊 不过球是落在了魏南右前方的一个界外 这球比较可惜哦 我谢谢李卓耀的确是有一反中攻的机会 哇 想要再做往前球的一个变拍 哇 可惜这个球并没有成功的过往 可以说平时务比到了第四局 李卓耀比魏南多了一个18比17 不两位选手的失误是来的蛮多次 嗯 跳起来和魏南开始下重板了 而且一个左后方的一个对角线的杀球啊 杀球的落点也是直接落在了底线的位置啊 杀得非常的扎实啊 魏南领先拉开到4比1 连续几半的防守 李卓耀看看是不是从手中反攻 为自己制造一个攻击的机会 哇 这几半的两边的攻防守的位置都打得非常漂亮 不过最后这一半靠着魏南的一个晋升球的压制啊 反倒是让李卓耀有一个很好的对角线的一个突破 李卓耀这一球打得很有耐心 嗯 先堪防住了魏南的大阪进攻之后 找到了防守突破的路线 哇 整个力道的部分 李卓耀似乎在第四局 有时候在做一些非压迫性的一个推挡的部分 都力道偏小了一点 魏南在做连续的防守之后 在最后一半脚步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位移 反倒是出现了一个挂网失误 所以从魏南在球场上整体的这个 不论是回球或是肢体反应 都感觉得出来他并不是在最好的状态当中进行这一场比赛 不过当然这就给了李卓耀非常好的机会 对 哇 连续这几半的往前球的对峙 魏南都占上风 而且都能够采取了一个比较好的主动的位置 甲冻的魏南7比3 第四局手中有四分领先的优势 嗯 李卓耀平平的在这局的部分 失误率似乎比较提高了一点 反倒是让魏南都能够从中非常轻松的得取分数 这一半魏南也是自己出现了一个主动性的一个失误 出现了挂网 啊 李卓耀这一半 嗯 通过了高质量的放红之后 推到后场再补上成功的进攻 这个衔接处理的都细节就还蛮到位的 嗯 那你主要是不是能够在延续这样子的一个球路组织啊 是不是能够从魏南这手上就能够解决了这一个比赛 魏南今天在这发球的专注度不太够 嗯 而且往往在第一个发球的一个节奏上身体已经遭到了重心的一个破坏 所以在回球之间不是这么恰当的 在重要的时刻 李卓耀发生了发球失误的一个情况 洗板的平腿挡的一个球路进行 魏南判断非常的精准啊 连准备动作都不用去做一个挥拍的一个行径 这个球是落到了精准的界内是1比6 魏南再拿一局2比2平手 双方要进入到决胜第五局的比赛 决胜之下2比2平手 比赛被带进到了第五局要来决胜负 这场是M帮赛也跟甲冻的第三名之争 嗯 哇 连续强力的一个进攻啊 的确李卓耀展现出自己的一个速度上的一个位移 李卓耀打得非常的快速哦 哇 不过魏南的确是很有经验的选手啊 虽然连续几板的一个比较被动式的处理啊 不过最后这一半的一个下压球打得也让李卓耀来不及做反应啊 现在转身再回来之后 其实要看防的角度就真的蛮难处理的 再度调动到了后场 李卓耀来看看这一波被魏南化解掉 李卓耀这连续几板的一个压制啊打得非常的小心啊 也非常的有专注力 所以整个在第二板甚至在第三板的回球 也的确球都成功的落在了界内 魏南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大胆啊 李卓耀已经把球发到了外角的位置 然后板倒是魏南也给了一个勾了一个大对角的往前球啊 也的确成功的突破了我李卓耀的进攻 哇连续都是在中前场的细腻的处理哦 占得了上风 3比2 第五局目前是由魏南取得了一分超前 魏南取得了一分超前 魏南现在还是坚持在中前场的打法 而且其实都没有太保守的出手啦 对 4 3 在后场的球出界 李卓耀靠着这一分重新要回领先 4比3 哇这一板的回球 魏南防守防得非常漂亮 突破了李卓耀的一个进攻的模式 反倒是让自己有取得一个非常好的进攻的机会 其实今天魏南在防守李卓耀的杀球整个一个分球的一个位置跟角度也都挡得非常的漂亮 也常常的破坏中断里卓耀的一个进攻 5 5 6局双方来我网的比分 5比4 所以魏南领先不过两位选手一直拉不开 嗯 嗯 这个时候发球失误 5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因为彼此的球数很熟悉 所以从8球这一头就会用更多的一些战术变化 因为魏南自己中断了自己得分的一个机会啊 这一个回球 魏南打的的确是有经验啊 再往前球的处理还是够大胆啊 而且整个高质量的一个回击反倒让李卓耀自己出现了手上的失误 这分强下来之后魏南带着6比5的领先呢 要进入到春光换边中间的暂停时间 那相信对魏南来说这样子的一个拉锯战 应该会在中间这个空档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毕竟蛮有经验的去想一下怎么样去对战李卓耀 因为今天他可能在后半段一开始会先来一个加速的打法 先让比分可以先拉开来 所以就看看李卓耀有没有办法去预测到魏南的这样的打法 20秒 20秒 场边不论是安邦在野还是甲洞 都各自有支持的球迷在现场帮两支球队加油哦 尽管这两支球队在前一天的比赛都输球 没有办法挺进到今天的冠军战 但是来到的季军战还是一样要为了荣耀而争啊 那另外也有这个蒲种的球迷甚至是麻坡的球迷在现场等待 稍待一会要进行更激烈的冠军战对抗 这次的冠军挑战赛有八支球队通通都有打出排名 那在五六七八名的部分 第五名是巴打零在野 第六名交赖 第七名沙登 第八名是巴打零 这场比赛将决定三四名 然后越南这一半的一个发接发第三半直接做了压制 哇双方在往前球的对峙一位速度跟预测啊 都非常的精准啊 第四名要马上再回进一球啊 哦 贵南一直在注意中前场 结果这个球反而被调动到了后场的位置 可以看出来双方在第五局的后半段来说 其实可以看出来整个身体上的一个位移 都呈现了一个加速度的一个情况 而且在回球的部分也是尽量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压迫 哦 才看到李主要这边在祭出一波同样是加速的打法 朝着贵南比较近身头部的位置 挤压到了贵南出拍的速度 8比7 决战的第五局李主要一分领先 决战要这一个回球 哇 质量稍微过高了一点 反倒是让贵南有很好的机会 再往前做一个对角线的一个调动 所以贵南预测上来得很快 所以可以在网子上方就把球处理掉 速度就来得更快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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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魏南这一个部分来说 其实可以看出来 他的一个整个组织的一个球路来说 都给的非常的强势啊 最后这一板烙头的直线杀球 也给的非常的深远 破坏了李卓耀的防守 今天杀球的分11比7 魏南有4分的领先 魏南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有经验值啊 整个非常成功的调动了李卓耀的一个视角的位置 最后让李卓耀自己回球出现了边线的界外 10比8第5局 魏南两个三末点 双方球路都给的比较中间啊 看看这一个球 魏南被抓了一个越网击球 看是越网击球 还是触网 对,一定触网 看看李卓耀会不会因为这个lucky ball 会不会能够把比数再往前 先划斜掉一个三末点的危机 李卓耀发球 又来发一个长的魏南还有经验 然后收集一下 还没有准备好 嗯 破坏一下李卓耀的发球牵手 看看李卓耀是不是会大胆的同样在发长的 对 就还是选择发往前啊 哇 下场往之后的一个突击 往近深的位置 那这次李卓耀的回球 太长出界 魏南的第二度赛末点手下来 这场比赛它是以3比2的局数 击败了李卓耀也帮助甲冻在局数上取得一局的领先优势 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现场